白描 宋子天王图局部 宋子天王图构思独到 气势磅礴 功力深厚 物相纷繁 给日后的宗教题材绘画 尤其是佛道壁画 带来深刻的影响 全图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段描绘一位王者气度的天神 蹲坐中间 两旁是手执护板的文臣 捧着宴台的仙女 以及仗剑为蛇的武将力士 面对一条由二神降伏的巨龙 第二段画的是一个去坐在石头之上的四臂披发尊神 身后烈焰腾腾 神像形貌诡异 颇具气势 左右两边是手捧平鲁法去的天女神人 第三段即释迦牧尼降生图 内容是印度晋贩王的儿子出生的故事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释迦牧尼降生时 他的父亲抱着他到寺庙朝夜自在天神的情景 观察 从人物神态 服饰特征 细节处理 用笔起伏变化 线条变化 如人物的衣纹线条变化多端 十分复杂 双手提起时衣袖的飘动 端坐时手抓外袍的褶皱 行走时衣摆的翻卷 还有一带的各种侧卷翻折 无不通过线条形态的变化 清晰展现 临摹 在临摹学习的过程中 去主动地研究思考原作者的处理方法 作画思路 以及所临摹作品的绘画方向 比如画面故事 构图设计 色彩搭配等等 勾线 要表现阴阳凹凸等立体透视 需要通过色彩渲染方能实现 无稻子的纯菜条则解决了这一问题 通过将线条加粗和加厚 形成线形的橡背起伏 从而表现出物体的立体感和阴阳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ab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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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